一起挑戰九宮閣元素闖關 各種地形陷阱擺桌 小表妹能成功嗎 我去 你叫醒來吃在哪啊 嘿嘿 表姐 歡迎來到九宮閣挑戰 這裡有九個充滿各式各樣陷阱的方塊房 你不是常說自己是無所不能的迷你高手嗎 今天就讓我好好瞧瞧表現你的實力呗 啥 這種吃力不太好的事情我才不要看 更後方失誤了 漏了笑話那不是毀了我一世英明嗎 挑戰完九宮閣有百萬獎勵和美食 但是我想軟胃起身那種看重名利之人 少女迷你世界太險技巧 還是我心之所想 和什麼百萬獎勵美食什麼的毫無關系 我是你個乖 我看這小小的方塊房還不夠我練的呀 這定點地方我三下五成二的跳過去 我操 怎麼我還是一點險啊 鑑魚表姐有些實力在身上 所以只好給你加個特殊buff關照關照啦 好好好這是夠上難度是吧 就算一滴血我也能輕鬆拿下 這裡只需要一個虛晃跳 附近的冰缺就會自動落下 這樣就能安全到下一塊去了 表姐腦子賺得這麼快 不過下一關要在採贏方塊破碎之前 塑形眼前虛空果實的數量 答對了才會開啟下一場通道 時間可不多了唷 你個臭表弟 光是你說話就浪費了不少時間 一個一個屬實來不及了 這裡橫著七個數著七個 七七四十九 一個是四十九個 糟糕 這題還是出簡單了 要我說小表弟你還是太天真了 卻是重發口訣 可是我們刻在骨子裡的記憶 就問在座的各位有誰還不會背打 哼 表姐你別得意 後面的關卡還多著呢 這第三層是黃沙仙能長 碰到一下你都得狗袋 這都是你表姐我玩剩下的 看我閉一隻眼都能過去 連下下一個方塊在哪都知道 你確定你閉著眼了 因為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呀 結果你閉了唷 我可以說什麼 這裡要開始往上爬 只是要記住虛無故的彈跳上去就OK啦 我來 我去 怎麼這裡全被咒嚴包圍著 人也一黑了吧表姐 這裡全是咒嚴 想要突破可是一點都不簡單呀 咒嚴又是好怕的 仔細找一圈也許有隱藏的物品 有啊 這裡有玉米餅 可以加快了一點速度 這位還有迷惑和宅草 真是天咒嚴 客家的朋友們 你們準備好學習了嗎 上課了喔 嗯 這麼快就想出方法了 這表姐葫蘆你賣的是傻藥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可以利用睡袋的buff 和玉米餅疊挖去速度 獲得比先創造模式的破壞能力 這樣就能輕而易舉地 破壞掉眾言上去啦 想不到表姐還有一點東西 不過東西不多 這才拿到奶啊 上來後這一關也不在地嘛 由黃金山混著岩漿 顯然我慘濕一點都不可能 勇往直前衝啊 nice 第七層是鋸齒墻上奪葉池 不過鋸齒墻上面 和普通方塊沒有區別 只要不踩空就完全沒問題 哈哈 別 唉呦 失誤失誤 趁表弟沒看見 咱們趕緊通過 糟糕 看來還是低估了表姐的跑酷能力啊 這下害了我加倍了吧表弟 讓我挑戰你是清高七號 如你表姐你是生死難料 百萬你與豆和美食 就老老實實的給我拿來吧你 切 表姐你別得意 不到第九層我還不算輸 噢 是嗎 這最後一層的跑酷 簡直新手級別的 我在這來回棒的都行 百萬獎勵和美食我來啦 啊 百萬獎勵呢 看我這美食只能看不能吃 有啥用啊 嘿嘿 忘了告訴表姐 百萬獎勵就是百萬顆星星 美食嗎 因為城門有限 只能拿樣品啊 好好好 這是吃顆狼頭上阿西的 白跑一趟